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人工智能节目 主要内容内容包括 1.爱情感世人押韵下的数字情书 2.爱虚拟侦探 追踪网络的秘密搜查官 3.爱幽默工程师编程中的笑话制造机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爱情感世人押韵下的数字情书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 我们见证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技术进步 从自动驾驶汽车到智能家居系统 客界似乎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常人 客界似乎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然而有一项技术的进步 尤其让我这位古董级别的教授感到既惊讶又好奇 那就是爱情感世人 或者说押韵下的数字情书 想象邮代码和算法组为一个常文 想象一下一个由代码和算法组成的非生物实体 竟然能够创作出出动人心的诗歌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古代诗人们在月光下 手指与毛笔沉浸在他们的清淡世界中 创作出千古流传的诗篇 而现在这样的情景似乎被一台电脑取代了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 爱情感世人的工作原理 简单来说他们通常是基于机器学习模型 尤其是自然语言LP技术 这些爱系统通过分析大量的文本数据 学习语言的结构 词汇的使用 以及情感的表达方式 然后他们就能够自己创作出诗歌 有时候甚至能够模仿特定的诗人风格 但是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 爱创作的诗歌真的能够出龙人心吗 或者说他们真的能够理解和表达情感吗 从技术角度来看 爱情感世人的创作过程 更像是一种模式匹配和数据生成的过程 而不是真正的情感体验 万句话说 他们是通过分析和模仿人类的创作方式 而不是通过真正的情感体验来创作诗歌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爱创作的诗歌就没有价值 事实上这些诗歌有时候能够以一种独特的视角 反映出人类情感的某些方面 甚至能够激发出人类读者的情感共鸣 这或许正是爱情感世人最迷人的地方 让我们以幽默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现象 在未来的某一天 当你说到一封情书 或许你需要先问一问 这是来自一个持情的人类 还是一个情感丰富的爱呢 如果是后者 那么你是否会因为他的诗句而心动 还是会因为他的孙序而心动而头疼呢 总之爱情感世人的出现 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人工智能 与人类情感之间关系的有趣视角 他们既是技术进步的产物 也是对人类创造力的一种挑战而补充 在押韵下的数字情书中 我们或许能莫找到 未来人类与机器共存的一种可能性 谢谢少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虚拟侦探追踪网络的秘密搜查官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 我们的生活已经被各种智能技术所包围 而在这些技术中 有一群特殊的存在虚拟侦探 他们就像是网络世界的夏洛克·弗尔摩斯 专门解决那些隐藏在数据海洋深处的谜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索 这些神秘的数字侦探的世界 看看他们是如何在虚拟世界中 追踪线索 揭露真相的 首先我们得了解 虚拟侦探的工作原理 简单来说 他们通过算法分析大量的数据 寻找模式和关联 从而解决问题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枯燥 但当你想到 他们能够在几秒钟内分析完整个图书馆的信息量时 这种能力就显得非常震撼了 简单一下 某个神秘的网络犯罪团伙 在互联网上留下了犯罪的痕迹 这时 I虚拟侦探就像是被召唤的英雄 他们开始在海量的数据中寻找线索 他们不需要睡眠 不需要睡眠 不需要休息 只需要不断地分析和学习 最终找到那些 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秘密 但是I虚拟侦探并不总是那么严肃 他们也会遇到一些让人倾笑皆非的案件 例如有一次一个I侦探被用来追踪一起网络诈骗案 结果发现这个所谓的诈骗案 结果发现这个所谓的诈骗团伙 其实只是一个 想是用父母的信用卡购买在线游戏的虚拟道具 当然 这个小插曲 最终以家长的一顿教育和孩子的诚恳道歉 插曲 最终以家长的一顿教育和孩子的诚恳道歉 告终 除了解决犯罪问题 而虚拟侦探在其他领域也大有作为 比如在寻找失踪人口 追踪疫情谈播 甚至是分析古代文献中的秘密时 他们都展现出了惊人的能力 他们的工作方式让我们不禁感叹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真正的侦探工作将变得越来越数字化 当然 虽然I虚拟侦探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 但他们也面临着伦理和隐私的挑战 在追踪线索的过程中 如何确保不侵犯个人隐私 如何平衡技术的发展和道德的界限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总之 而虚拟侦探正以他们独特的方式 为我们揭开一个又一个网络世界的谜团 虽然他们可能不会戴着露丝套帽 也不会吹着烟斗 但他们无疑是当代最酷的搜查官 在未来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些虚拟侦探将会在更多领域 展现出他们的超凡魅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六子的介绍 那介绍一下 幽默工程师编程中的效法制造机 在这个数字化飞速发展的时代 人工智能已经不仅仅是我们生活中的助手 更是我们娱乐生活的娱乐生活的一部分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职业 幽默工程师 也就是那些专门负责让学会制造笑话的天才们 想想冰冷的机器人突然对你讲了一个笑话 让你忍俊不惊 这背后的科技和创意是多么令人惊叹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 幽默工程师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是如何让你紧人类的幽默感 幽默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人类情感表达 它涉及到与人类情感表达 它涉及到语言的身体语言 要让一个没有清淡的 我理解这些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但是我们的爱幽默工程师们 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 甚至是深度学习 让爱开始慢慢理解什么是幽默 什么样的语句能够引发人类的笑声 接下来就是编程中的笑话 制造一把长文 你可能会想 怎么可能创造出真正有趣的笑话呢 这里就要介绍我们的工程师们的另一个天才之初了 他们不仅教会爱理解幽默 还教会他如何根据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听众 制造出合适的笑话 这里面涉及到的 不仅仅是语言处理技术 更有情感分析 人处理技术 人群画像等复杂的算法 有趣的是 有趣的是 而在学习制造笑话的过程中 也出现了一些笑话的过程中 比如有一次 爱尝试创造一个路的笑话 结果带给出的答案是 机过马路是为了到达另一侧的数据中心 虽然这个笑话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可能并不好笑 但是从爱尝的逻辑出发 这确实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是吗 当然 爱尝默工程师的工作远不止于此 他们还需要不断的调整算法 确保爱制造的效法 不仅仅是有趣的 更是符合道德标准 不会引起争议的 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需要工程师们不断的学习创新 总的来说 爱尝默工程师这个职业 不仅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更是一个跨学科 跨文化的创新领域 通过他们的努力 我们或许可以期待 在不久的将来 爱尝默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还能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笑话制造机 为我们的生活中的笑话制造机 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了 三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有趣职业 爱尽默诗人 爱尽逆侦探和爱尤默工程师 通过这些职业 我们可以看到 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和发展 首先我们探讨了爱清代诗人 这些机器创作的诗歌 虽然不能像人类诗人的作品一样 真正触动人心 但他们以独特的视角 展现了人类情感的某些方面 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 接着我们了解了虚拟侦探 他们在网络世界中 扮演着解中扮演着解谜的角色 用强大的分析能力和算法 皆是隐藏在数据背后的真相 虽然他们可能不会像富尔摩斯一样 带着烟斗 但他们绝对是当代最酷的搜查官 最后我们介绍了爱幽默工程师 他们致力于让爱理解人类的幽默感 并教会他们制造笑话 尽管爱利用造的笑话 可能不总是能让我们捧腹大笑 但他们的努力和创新 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更多乐趣 总的来说 这些职业向我们展示了 人工智能技术的潜力和创造力 他们不仅是技术的进步 更是对人类创造力的一种挑战和补充 我就问了各位观众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认为爱情感诗人 虚拟侦探和爱幽默工程师 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会是怎样的呢 期待你们的留言和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 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了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